踏上旅程,酒居都市的人们最想坐等,大概就是寻找一处安宁和乐,田径秀美的世外桃园。 去桃园人家做客,体验不同于以往的生活状态,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,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旅行方式。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,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特别呢? 首先大家来看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,您看,新山碧水,而且头顶还盘旋着大片的燕子,有没有听到燕子啾啾啾的声音呢? 还有一点更特别,往前边看,那座高山下面有一个狭长的洞,现在我是往里边看,几乎都看不出来,不知道有什么。 不过当地人告诉我,穿过这个洞,到达了一个地方呢,跟桃园名笔下描绘的桃花园呀,是有几分神字。 不过呢,要找到这边桃花园,我首先得把自己变成武林捕鱼人才行。 我的渔船在哪呢? 行瞧,就在那儿呢。 这处被人称之为桃花园的地方叫霸美,它是广南县北部的一个村庄。 据说在中国十几处,类似桃园名笔下桃花园的地方,霸美,是被发现时间最晚,意境最为接近的村子。 哇,好窄的船。 我们先走了。 师傅,你们以前也都是划这种船进出的吗? 是,我们以前是划那个... 别小看这身子细长的小舟。 它可是当地人最传统的交通工具。 以这种方式进水洞,少说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。 当地人现在每天仍然靠它进出霸美村。 近些年为了方便来游二的游客,船只数量增加了不少。 平时都在船部头等候,游客可以随到随走。 当你坐上这种柳叶舟,那种寻找桃花园的感觉,自然就来了。 师傅,那咱们一会儿要到这个洞里面,要划多久才能到霸美啊? 二十分钟左右。 要划二十分钟左右啊。 天然形成的水洞远看不大,靠近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宽敞。 听船工介绍,水洞将近有一千米长,里面没有电源,没有灯光。 照亮靠的是手电和洞内三处一线天透进的自然光。 进入幽暗的水洞,凉风袭面而来,无形中增加了不少神秘感。 真的很期待这样的一个洞穿过之后,究竟会迎接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? 行船大约十分钟,到达第一个一线天。 当地人叫观音洞。 因为仰看洞口,能看到一处行似观音的石柱。 在观音洞不远的地方,是第二个一线天。 我觉得师傅肯定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。 她的歌一直是举不离口。 我觉得这也许真的就是她的一种生活态度。 虽然还没有到达桃花园,我就已经感受到了桃花园当中的人们,他们这样优省的生活了。 师傅,您叫什么呀? 您归姓啊? 我姓黎。 黎是吧? 黎您的黎。 黎师傅。 您世世代代在这生活多少年了? 七百年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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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百年了。 几百年了。 祖祖贝贝就生活在这里。 在这里的。 现在呢,我们就要去看一看,我们黎师傅生活的世外桃源究竟是什么样子了。 谢谢师傅。 谢谢。 不用谢,不用谢。 走吧,上岸了。 先喝两杯酒。 哦,你喝两杯。 你们好。 因为霸美是一个壮族巨鸡的村落, 以前很少有外园进入。 只要得知有远道而来的客人, 村子里的妇女们就会早早在水洞路口等候。 等客人们一声哀,便唱起云丁歌, 敬上自家酿的米酒, 以表达霸美人的热情和对客人的尊敬。 好了, 是他们自己酿的酒, 可是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些村子的人非常非常的热情。 来,看看这个和陶渊明比较描绘的世外桃源有几分神似的地方吧。 一进来这个地方呢, 我已经要忍不住发愁。 天哪, 这样的感叹了。 您看看, 当时的和陶渊明里面说的是, 土地平矿, 乌涉俨然, 有良田美池, 桑竹之属, 真的就是描绘的事儿了。 这周围呢, 这个村庄, 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有很多很多的房屋, 但是呢, 确实是在这个周围, 四周, 绿色的大山, 像绿色的屏风一样, 把它完全隔绝了起来。 而且呢, 这个所处的就刚好是一个河湖地带了。 这个村子不是很大, 但是呢, 却是足够的平坦和悠闲。 如果你刚读完桃源明的桃花运记, 又恰好来到了霸美村, 你肯定会相信, 桃源明描述的这个与世隔绝, 环境优美的村子就是霸美。 在以前, 由于地处偏僻, 交通不变, 很少与外界交往, 把美村长期与外市隔绝。 因此, 很少有人知道, 水洞尽头的山窝窝里, 还藏着一个美丽的壮族村寨。 这个村子里有多少人啊? 六百多个人。 那你每天就是生活在这儿, 都做些什么的? 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呀? 大河, 地上山, 猪菜啊, 药菜啊, 那些。 每天早上起来干活, 上山, 采猪菜, 采中药, 砍柴, 挑柴, 那些。 霸美村现在住着一百多户壮族人家。 在以前, 农业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收入。 近些年, 村子里大部分青年人都到山外去打工, 来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。 我们也发现, 一路上看到的穿着民族服侍牢骚的人, 大都是妇女和老人。 他们过着传统而朴素的生活, 因为一切都是自然状态, 他们悠然的神情, 在游人眼里都成了一道道的风景。 一个照面, 一次眼神的交流, 在霸美会给你带来两种很直接的感受。 一种是你有很强烈的外来感, 因为这里与我们平时周围的一切, 区别实在太大了。 另一种是你拥有说不出的亲切感,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骨子里, 都有向往平原生活的冲动, 你会觉得眼睛的一切并不陌生。 总之, 一种久违的亲切感, 让你很容易就放松下来。 你看, 这只蜻蜓都不走了, 就这样可以停在我的手上。 飞吧,飞吧。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才能做得到。 溪流, 青草, 稻田, 山巒, 飞舞的蝴蝶, 还有田间劳作的人们。 这种田园景色, 让游人一时望了身处祖国的西南边陲, 像是来到了江南的一个小山村。 看大人呢, 看。 我是说刚才怎么听到冰铃当的声音, 原来是牛脖子上挂的这个大铃当。 其实来到这里啊, 不仅是要用眼睛看, 而且我们也要屏住呼吸沉下心来用心来听。 你看有这个牛铜铃的声音, 有潺潺的流水的声音, 有水出质压质压的声音, 而且再仔细听, 树上还有啾啾啾的鸟叫声。 其实这些声音也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。 在霸美, 一个人的感官会很兴奋, 不由自主地会变得贪婪, 生怕错过身边的任何一处媒体。 霸美村呢, 是十年前开始有游客到这里来旅游, 那现在呢, 随着这个经济的不断发展, 他们的住宅也已经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化, 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家的吊脚楼, 也是一家农家乐, 这房子是您的吧? 是, 是我家的。 什么时候装修的呀? 我是去年的九月份, 就开始装修。 那之前是个什么样啊? 以前, 以前是那个装家丢脚楼, 是木的, 前面是木的。 农福亮是霸美村, 较早开农家乐的人。 一九九三年, 农福亮出去打工, 曾经先后击过云南的昆明, 广西的北海, 广东的中山。 二零零二年, 他回到老家, 看到很多外地人到自己的家乡来旅游。 凭他多年在外闯荡练旧的颜光, 他迅速在家乡开启了农家乐, 接打游客。 他有这个电人机, 有音响, 这边晚上是不是还有人在这唱歌? 对啊, 好, 请, 而且这里以前都是木这个楼。 对啊, 而且是木木的。 来, 这样, 挺干净的啊, 挺干净, 挺亮堂的, 然后有两张这个床, 还挺软的, 收拾的非常的干净, 这边呢, 有一个卫生间, 就是可以买出料, 可以这边的这个需求。 而且啊, 这个房间最好的一点, 就是当你醒来的时候, 面对的就是这一派田园风光了。 听农福亮讲, 像他这样的农家乐, 在霸美村有十几家, 总共有一百多个房间, 可人多的时候, 还是住不下。 现在有很多在外打工的霸美人, 正打算回家开农家乐, 旅游改变了霸美人的生活, 让这里变得富裕。 我们这个地方是夜不必复五一丝, 你看今天你看到家, 哪里有那个锁, 不用关门, 你看从老低下到我们楼下面, 你看我没有门, 是不是啊, 这个地方是民风比较好。 这种感觉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信任, 然后非常的温馨, 整个村子啊, 就像一家人一样。 千百年来, 在城市喧嚣中奔波劳力的人们, 都想寻找桃花园去独善其身。 这是人的一种理想境界, 一种不变的精神情节, 因为它打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。 时至今天, 霸美仍然符合都市人, 崇尚自然, 追求田园木格式的生活, 追寻符合人性本质的理想七居观念。 农福亮有两个孩子, 大的已经上初中, 小的正在上小学, 平时就只有他和妻子打理农家乐, 生活的充实幸福。 你叫我爱唱一首歌给你们弟弟, 唱一首歌。 唱一首歌。 唱一首歌, 你们教过来。 好。 让我们转一首。 好。 唱一首歌。 在霸美, 我们发现这里的田园生活, 是可以多方面感知的, 可观, 可听, 可闻。 对于孩子们而言, 这片小河就是他们天然的游乐场, 然后到了每天下午的时候, 尤其是天气热了, 他们就会结伴, 三三两两的, 或者一群一群的, 就在这个岸边把衣服放在这里, 然后跳下去, 每一个都是水性非常的好, 就真的是在这儿长大的孩子, 又会爬上, 哇, 太厉害了, 这个直接就跳下去了, 跳水见将。 然后每一个在这里长大的孩子, 他们都非常的天真淳朴, 大姐姐打你们一群, 对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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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客的到来, 还没有过多的影响到霸美村人的生活, 人们仍然日出而坐, 日日落而息, 生活的简单, 但可以算上富足安康, 更难得的是, 凉铁美池, 桑竹之暑, 切磨交通, 鸡犬相闻, 这种田园情质, 仍然在我们的眼前耳旁, 本来以为和霸美村就此告别了, 但是初村的时候, 霸美又给了我们一份惊喜, 我本来以为刚才就已经离开桃花园了, 没想到在划船出去的时候呢, 这里又给了我一份惊喜, 就是真正的自己的小船就像在画中游一样, 因为这里它的水势非常的平静, 然后我们的小船就这样沿着, 这样原生态的一个景观, 慢慢地向前走, 就好像这片桃花园舍不得我们离开一样, 要在最后还要牵动我们的心。 初霸美村也是座船, 但行船的小河与原来入口的水洞, 正好在村子的两头, 景色也完全不同, 这是一条以地面河为主的水路, 开阔明亮, 青山绿树碧水蓝天, 让这世外桃源多了一份别样的印象。